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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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市长林游昌 立法院蔡世英 邱成远及卫福部长 陈时中等人陪同下 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到金融市建的国小 关心校园疫苗施打情况 孙贞昌除了感谢地方政府 学校及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努力 并强调包括儿童疫苗在内 国内各项疫苗量人都很充足 呼吁家长 尽量让小孩施打疫苗 完整保护力 而且我们对于 所有的儿童疫苗 各种疫苗 我们量都很足够 而现在学校也都恢复了实体上课 也都回应 回归校园施打 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基隆 来看校园施打的情形 同时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地方政府 感谢教育部 感谢学校 包括第一线的医护工作同仁 大家辛苦了 我们希望为孩子守护好 同时 也希望家长 尽量的能够 让孩子 施打疫苗完成保护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金融市原定6月10号完成全市国小儿童疫苗 校园施打计划将提早到6月8号完成 希望有效提升儿童保护力 也让家长安心 今天是我们基隆市疫苗 施打 小朋友在校园里面施打最后一天 那我们施打的一个比例 大概是65%左右 因为基隆疫情跟双北一样 我们是比较早 在全台湾的防疫的最前线 所以我们小朋友染疫的一个比例 其实比现在的中南部 比较高 所以整体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施打力 因为小朋友有染疫的状况的话 他是要染疫之后 三个月之后才能打疫苗 所以北部这个地方这个疫苗施打率低一点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